那那個我們建好的DB放哪裡 其實在Android Studio裡面 它也可以找得到 最重要在這裡 請各位看一下這個機關 倒數第二個按鈕 這邊有個小綠人 這個小綠人 它裡面就有藏了一些機關 按下去之後 它就會怎麼樣 去執行 因為我已經執行了 所以它跟我講說已經執行了 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小綠人一打開之後 就再按下去 如果你已經執行 它會跟你講已經執行了 實際上在這裡 這個東西叫做File Explorer 也就是說它可以去看 模擬器裡面產生的檔案是什麼 當然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什麼Stray 你目前有執行的那個執行序 HIP是Global的變數裡面 放什麼東西 還有什麼網路 還有什麼GPS 這個應該是GPS 你也可以去傳一個GPS 你也可以去傳一個GPS的位置給它 等等的 不過重點的話 這是什麼我比較少用 OK好 File Explorer 特別注意 那我們的資料庫放哪裡 其實各位只要注意 記得就是在Data 這邊不是有Data的 Data裡面請你再找Data 它一定是兩個Data 兩個Data之後 請你找到你那個專案的名稱 那用那個專案名稱我取叫做 IDV.TQC.CH13 C-Code Line 1在這裡 再展開來 就會看到一個叫什麼 Data Base 再展開來 各位就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個C-Code Line的實體檔案就在這裡 因為我的命名叫什麼 DB1.DB 所以它的副打名叫點DB 就在這裡 那如果你要把它抓回來 只要按一下什麼 上面這邊有個按鈕 就是把它有沒有 從什麼 從那個你的手機模擬器裡面 抓到你現在的電腦裡面 它就可以幫你抓出來 那你也可以再去看裡面有放什麼東西 那這個方式 你如果一支實體的手機 實體的手機可不可以 你把實體手機插上去 它也可以看到那台手機裡面 有沒有什麼資料 那理論上當然有DB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打開來看 我有試過啦 其實手機裡面呢 很多的DB都沒有做任何保護 一打開裡面都可以看到 比如聯絡人 一打開聯絡人都有 簡訊裡面都有 完整的訊息 它的副打名都是點DB 所以如果你也可以寫一個那個什麼 搜尋裡面檔案處理 裡面點DB全部都get回來 這樣子的話 你再慢慢去分析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人 到底平常在做什麼事情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這種需求 有啊 真心設定一定會有這種需求 它的功能很簡單 要插上USB 自動全部備份下來 OK 這應該有 應該會有人想買 尤其是想要了解老公或老婆 平常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你一插上去 馬上全部資料都知道 OK 那要付費 比如說這個軟體要 要99塊好了 對不對 這個APP會不會賣 我想應該很容易就賣了 而且你把它改成英文版 全國都 全世界 因為全世界這種問題 每個人都有需要 可是這個感覺好像是 有 遊走在那種 道德邊緣 對不對 可是我其實沒做什麼 我只是把DB 抓回來 然後解析而已 或者是說甚至你不要解析 你只是幫他抓就好了 那可是問題 他抓回來之後呢 還需要用到第二套軟體 什麼呢 那個其他的動作 抓回來之後呢 那我們就再利用另外一套 叫做什麼呢 叫做 SQLite Database Browser 當然除了這個 SQLite這種 Browser很多啦 你關鍵字打什麼 SQLite的一些 簡單的Tool 這個前面很簡單 它主要一個功能 就是直接Open它 把那個DB 因為我把它Get回來 我把它放桌面上 把它放桌面上 儲存對不對 再利用那個SQLite Explore這個 打開它 然後放桌面上 你會發現呢 我們剛剛的Table01就出來了 那如果你要看裡面有什麼資料的話 你可以 再去什麼呢 直接看到裡面的Table01 它裡面的資料就會出來 不過我現在因為沒有存任何資料 可能因為結束的時候 它已經把它Drop掉了 所以裡面已經做不掉了 所以如果說呢 我不要做不掉 裡面就有Data 目前是空的啦 OK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去看 但如果說你今天 想要做什麼 SQL SQL 比如說你要Insert into一筆資料的話 其實很簡單嘛 你只要把那個 剛剛我們做過的 這一串 Insert into這個 其實你就把這個語法拿來用就可以了 其實這個Insert into 哪個Table 裡面哪個欄位 那可不可以在這邊下 你除了可以在我們剛剛那個上面 AD Text裡面下之外 你也可以直接從這邊下 比如說我今天要加什麼呢 加這個幾筆紀錄好了 比如說那個 1 然後 豆點 第一筆紀錄的話是 比如說Data 1好了 類似像這樣 然後因為它是文字 所以你記得 把它前後加單引號 後瓜糊 這樣就OK了 那你要Execute它的話 你就這邊有個Execute Query 按一下它 它就幫你什麼 No L 就是沒有錯誤 要Browse一下 看一下Table裡面有沒有資料 有一筆紀錄有沒有看到 自動產生一個編號 自動產生一筆 那如果你要加第二筆的話 你就是什麼 2 然後這邊的話 就把它改成2好了 它又增加一筆 It's Q OK 然後呢 再查一下 有沒有 又一筆了 那ID是自動增加的 OK 所以應該沒有問題吧 以後你Gate回來之後 你也可以再去做後續的練習 那你要練習 除了說你可以用什麼 Insert Update Delete 或者像剛剛同學提的啦 多筆的新增 對對對也可以啊 你就是在這邊 應該自己可以Try吧 比如說這邊2 我把它改成3好了 然後呢 後面再改成4 我們其實可以做多筆啊 多筆其實照同學的邏輯 這個逗點對不對 然後就是再多一個 這個 假設我要再一個4的話 那理論上 假設我要同時新增兩筆 就是3跟4的話 其實就這樣結構嘛 其實不難記啦 就把它執行一下 不要打錯字 沒有錯誤 Browse一下 不是不是 他另外有一個自動的 可是又怎麼這麼慢 卡住了 有打錯嗎 沒錯耶 OK 好啦 反正就類似像這樣 其他像 Ate Delete Select OK 你如果把這邊 稍微訓練 在這邊練習 OK 就沒有問題啦 那剛剛同學也有講到 其實懂Seqo跟懂樞紐就夠了 是不是 就可以打遍天下無比手了 應付同時需求夠 但是應付面試我就不夠了 不會 雖然資料庫強的話 其實很多地方都好解決 但是 如果只有資料庫很多東西 所以你還是沒有畫一個人的點 對啊 沒有前面系統 所以你還是要來這邊 學APP 把APP好好學 因為其實 那個是後端的東西啦 你還是要前端的AP 前端有視窗 有網頁 有APP 或是有什麼什麼 反正其他的 對 對 那當然你的能力 你的能力如果多一些些的話 自然你的附加價值又高 可被利用的價值高的話 老闆當然會很喜歡 他就會評估你的利用價值有多高 再給你適當的這個待遇 對不對 OK 同樣的道理 好那這裡的話 應該各位可以看 這個SQL Lite這個Database Browser的位置放在哪裡呢 其實我已經把它放上去了 它的位置在什麼 補充資料裡面 各位找一下有個那個SQL Lite這個browser 你把它下載之後解壓說 它是一個美安裝的 只要是.db的 它通通都可以用 蠻好用的 我蠻常用的 在畫面